世子侯 吴卫说 我是安平泰 下面我们看 这两天中国政府有 起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他到底想干嘛 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是对于口罩和防疫物品 3月18日最新的更新 我们看一下 对美国是怎么样 所有医用口罩护目镜 一直用橡胶手套 个人无法有机 必须非医疗口罩 护目镜一直用手套 并且数量不能超过100个 然后今天 中国已经规定 所有航空公司对每一个国家 一周只能一班飞机进出 这样就事实上 中国已经断绝了 和其他所有国家的 普通人民众往来 这个举措是为什么 等于中国准备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 看孤岛之外的国家 会变成怎样 那他基点来自哪里 基点来自他认为 美国西方国家 一定控制不了疫情 那么中国要什么 现在我们要知道 谁有防疫物品 谁有口罩的生产量 谁就有话语权 那么我的同学在美国 医学院里面 现在已经要求他们 一个口罩用一个星期 而且组织志愿者 自己手工制造口罩 就在美国最好的大学 那么我们也就知道 美国现在的情况 到底是怎样 但同时反过来 我们看美国昨天 又恢复了对中国 有些产品的加税 然后这几天又有军舰 在中国海域游走 中国人讲 将予取之必先与之 或者西方说 上帝要让他疯狂 先让他怎么样 上帝要他下地狱 先让他疯狂 那美国现在 他还有多少筹码 那中国要的是什么 中国要的是他 这场贸易战 所有他所获得的 必须连本带利的 扑回去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底线 那么还有一个基点 美国会不会因为这场疫情 就一决一不振了 那么可以确定性说 不可能 美国的本钱厚得很 中国和美国的这场 打而不破的战役 将会持续20年到50年 中国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必须要有外来的压迫 来让他改变 我们昨天说了 孟子说 初则无敌国外患 路则无法家鄙视 国恒亡 过去的圣贤所说的话 将会适用到永恒 只要有国家这个体系还存在 所以美国需要改革 中国同样需要改革 而改革需要有外力 要对手的压迫 那么这两个国家互相之间的这种竞争 对于全世界是福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谁都不能让另外一个对手 走到崩溃的境地 因为如果走到崩溃失控 那全球将会一团造 会发生大乱 那么现在全球的稳定因素 就是中国和美国的稳定 所以到最后 中国帮助美国 那是必然的事情 那我们就要看特劳普 何时复乱 特劳普手上还一只狗 蓬佩奥 因为他不是总统 所以他可以乱废 难道中国就不可能放狗吗 当我们看群狗在乱咬的时候 上面的人看着云云众生 等待筹码 的谈判结束 大家拭目以待 另外再说一下 美股市现在强力反弹 那么还是一个基点 疫情会结束吗 暂时还不会 那么现在 既然没有在底部拿到反弹 那么就不要动手 继续看下去 我相信下面是做空的机会 而不是做多的机会 事之后 无畏缩 我上平台 谢谢大家